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贏 今天大盤居然大漲 跟昨天完全不一樣 很多人就傻眼 到底怎麼一回事 昨天不是巴菲特賣了台積電 賣了多少 86%的持股 中錯 今天來看一下 來今天最後 漲0.57% 3塊錢 你知道嗎 它昨天的ADR 是跌5%多 結果我們沒跌 因為我們昨天已經跌了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 它的股價剛好在月線上 結果你去看 今天的前20大全市股 幾乎都是紅的 可是都漲不多 那大盤漲幾點 來看一下 大盤最後漲117點 成交量也不少 誰貢獻的 不是全職 是其他的 今天其實很多題材 什麼題材來看一下 來電動車 看到沒有 我說肋骨在輪動 這個盤都還有動力 今天我們族群電動車的一個 對不對 另外呢 自由行出來了 有沒有 今天不是港澳自由行 昨天前天講的 今天繼續搶 而且這不是搶一天兩天 蠻多天 然後呢 IC設計 高價股的指標 IC設計 你說這個盤 這種狀況怎麼會跌 不容易啊 再加上你看 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這個 來2月16 今天漲117點 看起來不多對不對 可是我昨天已經跟大家講 現在就是一個區間震盪 如果你去看美國股市 你會看到說 他們的走勢 也是差不多啊 對不對 也是在那邊做高檔震盪 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轉弱的一個現象 對不對 那今天這什麼狀況 來 這一天大家都在等 等什麼 聯準會嘛 公告之後開跌 然後呢 今天要拉起來 而且昨天 是什麼日子 是2月的期貨選擇權結算 昨天不是跟大家講 就是結算在15400附近 還真的是15400 那結算後開始往上拉 事實上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啊 好大家留意看 從2月份 我們1月底結算 1月底開紅盤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是什麼 副台子結算後 是往上拉的有沒有 表示什麼 2月份往上拉的機率 其實是很高的 現在這個台子期又結算了 又是往上拉 基本上就不用太悲觀 可是昨天一大堆悲觀的言論 就出來了 對不對 也有人從頭到尾都是看壞的 當然如果說你從基本面來看 真的不好 這是事實 因為老師有看總體經濟嘛 看什麼 我說看領先指標就知道了 領先指標還在往下掉 表示什麼 表示整個總體經濟 還沒有到真的反轉向上的一個階段 還在一個 準備還沒有到真的又翻揚 那這個狀況當然是心理上要保守 可是格局是往上拉 那很矛盾對不對 可是我們要看著現在的 客觀的波動來做操作才可以 那今天事實上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有一個族群表態 什麼族群 自由行啊 來 2月20 重營港澳自由行的旅客 觀光局統計疫情前 來台的第三名 我說哇 2月20號要開放了 我說這樣 這應該對於旅遊 對於飯店 餐飲 還有航空 都算是個利多 老師也在那邊觀察很久 因為前一陣子 我說就是吃喝玩樂股 一個是怎麼樣 台灣自己要發6000塊 現在多了這個來助政 自由行 真的開放 到時候還要再開放 路客看能不能開放 可是我覺得你開放路客 也不是我們這邊說開放就開放 因為要中國那邊點頭同意 當初我們還沒有限制路客來之前 中國已經不讓路客來了 對不對 所以這一塊的變數很大 可是港澳的部分 基本上是沒有限制 所以這一塊是吃得到 OK 好所以咧 我們今天看到一個什麼 一個爆大量的股票出現 什麼爆大量 來看一下 這個啊 台航班恢復了75% 國際線2024年回文 波音估20年會增加這麼多飛機 對不對 我說看波音 他們的看法就知道了 台灣航空股也恢復75% 可是這些航空股的股價還在哪 還在那邊沉 對不對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他們是屬於什麼 哇從低檔才要上來 有機會 我說有時候像老師會 基本上 我們買股票 都會看一下基本面 產業面對不對 然後咧 再看看說 後面還沒有後續 這才是最重要 而裡面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說 有的股票 明明現在看得到營收很不好 對不對 真的衰退 可是他們的股價在漲 因為他後面可能有戲 不然的話怎麼會漲 所以說我們今天怎樣 我們今天就去買了華航 那講華航之前 其實這個航空股要漲 不是只有因為某一個原因 其實很多 有一個是比價效應 其實這中國航空股也在漲 整個亞洲區的航空股都在漲 昨天看 美國不是出一個13樓報告嗎 裡面包含撥克夏 然後裡面就有個基金 他的看法就是要買航空股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看到解封後的一個狀態 整個航空的一個運輸 都基本上會恢復到一個正常現象 就不會像前兩三年這麼慘 對不對 好來看一下 這邊給大家看的是一個什麼 星雨航空 誰啦 張國偉的 他自己跑出去開的 對不對 之前上掛牌之後一直在這 低點18.75 幾乎都沒動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突然在一二三四天前 開始跳 四天喔 漲了多少 五十七趴 然後有人在問老師啊 老師 那一天不是漲停只能十趴 他怎麼會漲五十七趴四天 因為他是新規的 他新規他成立的時間沒太久 所以他只是公開發行而已 可是公開發行他就掛新規了 問題他還沒有上市規 表示什麼 哇這一群知道啊 這個開放港澳自由行 對他們來講是很補的一件事 所以說股價就反映了 那我們去買的是什麼 我們去做的是這個 它之前還在這晃 一二三四四四天前 前兩天動了一下 可是它沒有跳 也沒有亮 今天才跳起來 然後你看喔 它之前漲上來之後 這個是季仙 然後這個是月仙 OK 好它漲過季線之後回撤季線有沒有稱 有 然後在那邊晃 就在月線上下面晃有沒有 是不是又回撤季線一次 又沒有破就開始漲了 重點是今天還出亮 好短中期多頭沒問題吧 為什麼 因為月線季線做多頭排列 然後格局呢 形態上也完成了沒 因為之前的高檔平台的反壓區 今天就被突破了 對不對 好 老師看到的時候 剛突破 趕快想去買 結果已經來不及 二十塊三才買到 最高衝到哪 最高衝到二一點三 二一點三 好 那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 它有沒有很高的機率 已經要開始動了 光是一個開放 港澳自由行的實質利多 2月20 就是下禮拜一 等於禮拜一它就開始 接單了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 新宇航空已經漲給你看 它漲多少 它漲了57% 有沒有比較效應 一定有啊 那有人就問說 老師 那為什麼 長榮航 它漲得比較少 因為長榮航之前 因為疫情期間 沒人坐飛機嘛 載人的 載客的 少很多 可是載貨運的 載貨的很多 所以它把很多的客機 改成什麼 改成貨機 我載貨 我載貨 OK啊 對不對 只是它要馬上調整回來 可能比較慢一點 所以說你會看到 為什麼華航比較強 第一個它最低價 對不對 整個台灣航空公司 就那麼幾家 然後主要是飛港澳線 對不對 有沒有機會 當然有 這是一個新題材 你要多留意 那等一下還有什麼股票 可以留意呢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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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達投顧 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歡迎我們旗鼓雙鷹 剛剛我們講到有一個類 就應該說一個族群吧 一個族群也是又回來了 來看一下 電動車 來電動車又回來了 其實電動車一直都很熱 只是它輪來輪去 像之前 前兩天 像最近好了 最近不是國劇在漲 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幹嘛突然漲 因為電動車 它使用的被動元件 的一個數量 跟傳統的 汽油車 數量差了好幾倍 所以需求大增 問題是 之前如果你去看 前兩天我不是才拿出來 說國劇一月的營收 是近一年最低嘛 對不對 可是居然被外資調 調升它的目標價 為什麼 因為它看好的是電動車市場 OK 這個OK的 那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在電動車應用的部分 什麼應用 我們那時候跟大家介紹的是這一檔 一粒電吧 對不對 我們一月三四號跟大家講 因為它是什麼 抬頭顯示器 然後還有一些車內的 其他營裝置之類的 都有 那你去看一家公司 在一個成長軌道上 有時候一個 可能一個月沒有那麼多 然後下個月馬上回來 會有 你看喔 它這邊是一路成長上來 有沒有看到 11月還創新高 好 重點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是不是都基本上都是成長 對不對 而且中國的車市 其實中國電動車的發展 非常的蓬勃 當然有他們政府補助 對不對 而且他們 其實他們普及率 比台灣高太多了 說實話 因為我朋友在那邊也開電動車 我說OK 那所以說你是不是要留意一下 這些廠商 在中國解封之後 有沒有機會再進一步成長 來我們來看 那時候一粒一粒 我們跟大家介紹的是什麼 毛利的部分 它本來是衰退 一下又回升 有沒有 然後獲利 重點是獲利持續成長 以去年來講 第一季到第三季 從0.56到0.98 它是屬於跟什麼 正向成長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那一天 1月30號就跟大家講 底部成型 加上什麼 突破格局有沒有 帶量 我說有沒有機會 那時候跟大家提醒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進場之後 隔壁兩天突然間衝新高 衝到八十一塊 八十二塊多 對不對 七十四漲到八十二耶 是不是漲了十幾% 然後漲多之後怎樣 回檔整理 今天再轉牆 等於說它回撤 我跟大家 應該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底部 第一個 它是不是成型 一個W的一個狀態 有沒有 然後是不是又剛好 站上所有的軍線 有沒有 沒錯吧 然後衝上去之後 回撤什麼 之前突破的支撐 有沒有剛剛好 然後再轉牆 完全是一個標準格局 怎麼個標準法 標準要往上漲的格局 對不對 那時候跟你講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因為老師一直在跟大家 提醒一件事 基本面 它不會一下子轉變 對不對 我不會說 我這個月怎樣 我今天每天都要接單 我不會一個月大轉 然後突然下個月什麼都沒有 很難啊 除非公司本身的那個營收狀況 它的那個客戶來源 營收來源 除非是很單一的 除非是這種狀況 如果它是屬於一個分散型的 這種公司 基本上不會有這種事 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是我公司就像之前好了 有些公司 我只接蘋果單 其他都沒接 蘋果突然間不給它下單怎麼辦 營收突然間 掉到快沒有了 我就說那就很慘 所以我們在找公司的時候 你不要看到 你要留意 像有的資料 它就會顯示出什麼 它的客戶有誰誰誰 對不對 你要多看一下 如果它是一個 相對分散型的 那相對上 它基本面就不會有太大變化 那個就是比較安心的 所以說像它 它也是什麼單子 都要接啊 不然的話怎麼有辦法穩定 對不對 所以車電 這個族群你應該多留意 然後我們之前 應該說這幾天 應該說這一陣子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我說你一定要多看一下 缺藥的 什麼 軟病原劑 退燒藥 抗生素 消炎止痛 都缺 結果咧 結果我們的 劍橋今天怎樣 來回震盪不漲 為什麼 因為今天錢都去別的 別的族群去 問題是它有跌嗎 它也沒跌 對不對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說劍橋你一定要看 為什麼 因為它二月已經開始在中國 怎樣 在中國首批檢驗後要開始接單生產 看到沒有 往後數月的營收要維持強勁的成長力道 這就是有底氣 什麼叫有底氣 它就是擺明了營收就是要增加 不是嗎 對不對 有什麼可以阻擋它增加嗎 除非它馬上被中國踢出來 說你不可以做不可以賣 除非這樣 否則的話它只會增加 好 你看 它光是在台灣 在香港 都已經怎樣 小包裝 單月出貨從四百萬一下跳到七八百萬 我說現在這個疫情 你說趨緩對不對 每天 光是台灣還是有上萬個人感染 又不是沒有 對不對 何況全世界 何況中國 中國人多 真的很恐怖吧 對不對 如果說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要多看 這個遲早 現在量縮整理 你是不是應該多看看 然後我就跟大家講說 它是不是趕快把它一月營收爆出來 創歷史次高 只有十六個交易日 然後呢 那時候趕快跟你講 跌到季線了 有沒有 季線 轉牆也告訴你 我不知道你有買 那時候四十六塊不到 最低到四二多 繼續漲 看到沒有 我說這一群量 這一群 你覺得它是進貨還出貨的 邊買邊賣嗎 我想不是 這後面還有大行情 來 光是從這到這 就漲了十五% 對不對 你這邊 如果說你早聽老師講 你也知道到季線要買 一直到什麼時候 到前天 情人節嘛 對不對 跌照講 繼續跌還是講 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看好它的基本面 再加上它的走勢並沒有不對 很多人來問老師 老師為什麼最高點不賣 我說你不知道那是最高點 很多人來這樣問 我說你不知道那是最高點 你可以分批停曆 OK我覺得這沒問題 可是你不要賣光 你賣光你要去追 你心裡會有壓力 懂意思嗎 你可以說我有停力道 然後跌下來怎樣 再買回來 OK 格局是對的 都沒有關係 有時候像之前好了 一樣啊就這一檔 我們有看節目的朋友 買在這一天 然後一路跌 然後看老師一直講 一直講一直講 哇問老師怎麼辦 繼續報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好他 懂意思嗎 結果呢 最高漲到哪 漲到49多 有沒有 再回答 49多你幾乎已經 沒意外都回本了吧 另外 老師不是還有介紹別的 像紅寶好了 紅寶 他也是啊你看 你看我們選的基本上 他已經是怎樣 是一個成長型的 這沒有問題 對不對 整個趨勢這麼強勁 整個產業的格局 這完全都在一個成長軌道裡 你說他會有問題嗎 當然我說基本面的部分 可是股價那可不一定 股價你就要參索什麼 價量關係 還有他的一個 股價的走勢格局 來做判斷的東西 大家看 紅寶 我說2022年EPS近10塊 就算他8塊半好了 8塊都沒關係 8塊現在才幾塊 那時候2月8號才幾塊 78塊多 對不對 現在才幾塊 現在又回低一點了吧 對不對 所以說你這邊 你說 他剛好在怎樣 在這個粗量跟粗量 這個是粗量 哇 又爆到一樣粗 這邊就是拿來洗的 你不耐久盤你就被洗出去了 可是你看好他的未來 我說你可以慢慢買 你要聽得懂老師在跟大家表達什麼 說我們做股票 說我們做股票 你不要一次就all in 我看到太多人了 像我們抓一個停損好了 假設我停損抓個8% 8%算還好啊 很多人套了20% 30%都不賣的 甚至腰斬的也不賣 尤其像之前的航運 那8%好我一檔 all in賠錢會賠8% 可是像你看 這麼多的題材 這麼多的標的 你是不是可以分開去投資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什麼 平穩的一個獲利增長 這對你來講是保護自己 希望老師在這邊跟大家建議 你聽得進去 這很重要 以上跟大家做分享 有任何問題 歡迎掃描QR Call 打電話來詢問 前節目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